本周有两个领事馆和一个图书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7月21号 美国政府要求休斯顿中共总领馆在72小时之内关闭 美国国务院解释说 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和私人信息 这是比较重要的 笼统和客气的说法 而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斯达伟在接受采访时就直言不讳 称中共休斯顿总领馆是中共发展留学生间谍和获取经济军事情报的司令部 他说中共这些活动的控制中心是休斯顿领事馆 并指该领馆长期以来从事颠覆活动 简言之 休斯顿总领馆就是中共对美国的闪颠中心 既然说是长期以来 那就表明美国早就掌握中共在领事馆内的勾当 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而这次让美国痛下决心把这些惯犯驱逐出境的 应该是总领事蔡伟近期在休斯顿机场利用虚假旅客信息 护送中共间谍回国当场被抓获所引发 而该间谍又极有可能与窃取或破坏美国的肺炎病毒疫苗研究有关 这无疑触到了川普的最痛处 于是下令让他们卷铺盖走人 但不拿自己当外人的蔡总领事 在收到美国政府的逐客令之后 竟然放话要赖着不走 当一把钉子户 这种完全不懂外交礼仪的外交风格 着实让世界开了把眼 领略了习近平时代外交思想的流氓特色 虽然蔡总领事等无赖外交官们 最后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乖乖的卷铺盖走人 但这段喜感十足的插曲 应该作为世界外交史上的滑稽范例载入史册 为了报复美国关闭休斯顿中领馆 在纠结和权衡了三天之后 中共决定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同样喜感十足的是 包括央视大股撒在内的多家中共党媒 第一时间占据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周围的楼顶 等着抓拍如休斯顿中领馆狼狈焚烧机密文件的画面 以便在媒体上大肆炒作 在中国劳费性那儿板回点面子 可美国人不配合 竟然悄无声息 有条不紊的该干什么干什么 倒是党媒兴师动众的小人之态 成了又一个笑料 不过有一个人恐怕笑不出来 那就是身在秦城的薄熙来 因为就是这个成都美国领事馆 是他从入常到入狱的转折点 设想一下 如果八年前没有这个成都美领馆 那么王立军也就不会往这里跑 去其他美国领事馆都路途遥远 恐怕还没到就被薄熙来抓回来了 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当然如果没有成都美领馆这么方便 说不定王立军也改变了主意 那历史将会改写 今天的一尊说不定是谁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应该感谢这个成都美领馆 可现在他反而关闭 给自己带来运气的福利 实在是自作孽 怪不得别人 7月23号 位于加州的美国前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 成为世界的焦点 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这里吹响了灭共集结号 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 蓬佩奥代表美国政府 给美国那只世界定下了解体中共的目标和方向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威胁 他呼吁西方自由世界和中国人民与美国合作 引导中共做出改变 而引导的方式不是过去的那些什么 靠接触靠妥协 靠绥静 而是靠施压 靠强怼 直至击垮暴政 解体中共 蓬佩奥的演讲 是即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 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人 严厉抨击中共之后 所做的总结性和政策性宣言 说他是讨共习闻 可能更为恰当 可与当年里根总统针对苏联的推倒柏林墙的那场著名演讲相避美 甚至更了不起 因为蓬佩奥能够清晰的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 并明确指出 中共说他代表14亿中国人民是最大的谎言 而这一点就连今天的许多中国人都分不清 蓬佩奥选择在尼克松图书馆做这次演讲也颇有用意 因为尼克松是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第一人 在哪里开始 在哪里结束 历史画了一个圈 又回到了原点 而这也是天意 女生们先生们大家好 首先我要向我们断交部 也是说外交部 新来的发言人汪文斌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和强烈同情 为啥是同情 你想啊 如果让你每天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出丑 你也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你出丑 全世界的人也知道你知道他们在看着你出丑 你也知道全世界的人也知道你知道他们在看着你出丑 可你还是得每天必须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出丑 你是啥感觉 坦白讲 我们厉害过外交部发言人不是人干的活呀 心脏要强大到可以坚持每天说谎而不发慌 嘴巴要圆滑湿度 软硬自如 最近又有新规定 发言人在说谎时不能眨眼超过规定次数 因为上次蒙英说一个谎时竟然眨眼49次 被国外心理学家判定是心虚在说谎 丢人丢大了 所以又对瞻眼次数做出了规定 再说回这个新来的发言人汪文斌 七年生的才49岁 比我还小 居然满头白发 看来原来在非洲当大使也是压力山大呀 从他目前表现看 虽然仍是满口谎言 但面相还不够无耻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如耿爽赵哥和蒙英一样令人厌恶 咱们走着瞧吧 好了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现在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并不是你们新来的发言人的面向 而是中美对抗升级 7月21号 美国政府要求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 但美国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原因 只说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的私人信息 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把美国说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 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知道具体原因了嘛 那就是因为休斯顿总领馆 是我党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搜集美国私人信息的大本营啊 再拔高点说 其实休斯顿总领馆是我党插在美帝国主义心脏的一把尖刀 是我党颠覆美帝解放美利坚的红色堡垒 这次事发就是因为总领事蔡伟大意了 在他亲自护送间谍到机场准备上包机非中国时被抓了现行 说间谍用的是假证件 废话 你啥说看到007用真实身份了 所以假身份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他要偷偷运行国的是 美国刚刚研发出来了武汉病毒疫苗 这可是扭转世界对华态度 或者说是我党协疫苗以令天下的最大秘密武器 可惜啊 功亏一篑 而且我党间谍也不像007那么能扛 还没上行呢 就全都招了 这下把休斯顿中领馆这些年所有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全暴露了 害得蔡总领事领着全馆人员连夜收文件 把消防车都招来了 还好没让美国人进来 否则就不是关闭领事馆这么简单了 恐怕连华盛顿的大使馆都得 啊 对不起 说多了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在美国要求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之后 中共总领事蔡伟近声称 不会遵从美国的要求 24日关闭领事馆 领事馆将继续正常运作 但7月24日中午 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还是乖乖降下了血旗 摘掉了国徽 锁上大门走人 请问蔡伟为何由此反复 神经病 我是说啊 有病的不是他 是高层 病的还不轻 本来你到人家做客 结果你又是偷人家东西 还恐吓人家家人 人家忍不可忍 下了足克令 你还说 我就是不走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简直就是流氓无赖嘛 赖着不走怎么了 这说明我党有定力 这是我党大无耻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 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为什么最后还是关门走人 并不厌诈嘛 万一美国人被我党不按套路出牌的浑招给弄糊涂了 说不定就赖在那了 不过说实话呀 我党高层最近确实被美国 连环出击的攻势给吓着了 有点不知所措和如何招架了 昏招不断 弄得下半人也跟着泛神僵 这波憋了好几天 才憋出一个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报复措施 本来八年前王立军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后啊 我党就想关了他 以避免我党官员效仿王立军往那里跑 这次正好借机关了他 也算减少了一个我党官员的叛逃目的地 一举两得 好下一个问题 这个记者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发表了美国迄今为止措辞最强硬的逃供习文 从贸易到人权 从香港到南海 从华为到领馆 蓬佩奥在演讲中全面声讨中共 并呼吁自由世界与中国人民一道解体中共 这次演讲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型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其实蓬佩奥的这些声讨并不可怕 反正我党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可怕的是他明确指出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 还说我党的最大谎言是代表14亿中国人 看来最懂中国的还是蓬佩奥啊 国际上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啊 其实都是中国不通 而蓬佩奥把中共与中国人民明确分开 算是直接打到了我党的七寸 至于美国将出台的制裁中共党员 及其亲属的政策都是精准打击啊 我是说 都是要置我党于死地的痴心妄想 正如我们蒙影所说 这是对我党和人民雨水关系的挑拨离间 是不会得逞的 尼党一直说美帝亡你之心不死 既然人家日日夜夜想要灭掉你 那现在人家关你一个领事馆 应该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难道不该是尼党主动绝交才对吗 尼党为什么哭着喊着 要跟一个一心一意想要杀你的人为友 难道是个受虐狂吗 看来你是一个有正常逻辑的记者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有两种逻辑 一种叫正常逻辑 一种叫中国逻辑 或叫中共逻辑 就算是中美关系吧 我党几十年自私不倦的反美教育 就是要把美帝竖成敌人 可天真善良的美帝 却总把我党幻想成朋友 自打川普上台后 美国人慢慢被我党说服了 终于明白了 我党不是朋友 是敌人 按理说我党的目的达到了 应该庆祝不是吗 可我党现在又死细白拉的 要跟美帝做朋友 你说这是不是有病啊 胡锡进前几天 像个被水的小三一样抱怨说 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美国非要毒死我们 各位朋友 你们谁能告诉胡编一下 他究竟做错了什么 好 还是 好 好 谢谢大家